女王當家最讚的都在這裡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Tracy小姐 淑文 人家說 愛笑的女孩子就是比較有人的得人疼 也會有好運氣 不過其實大家只要學會一些簡單的 小配件穿搭配比 你就可以掌握一個好人緣 而且讓你的女人味還有浪漫指數大大升級 今天我們節目當中邀請到專業的達人跟老師 來現場要來教大家 我們能不能透過一些小小的配件 就可以讓我們畫龍點睛 全部女人味大加分 馬上來歡迎我們的美妝達人 范瑋老師 Hello Trace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美生美魔女 我們的季賢 大家好 以及我們的生活達人 冠玲 主文好 各位大家好 還有一個年輕代表運動風女孩 Joey 嗨 大家好 好 今天真的是女人幫 剛剛提到的功課就是叫做女人味 所以首先我們就要請我們的老師 專業的老師來跟我們分析一下 什麼是2021四大流行的趨勢呢 2021買衣服很重要 你買對的話就少花很多錢 第一呢一定要有慵懶浪漫風 浪漫風 對 其實慵懶浪漫風 就是你可能要穿oversize啊 有一點圍巾啊 或者慵懶好像感覺好像不經意垮垮的 然後可是又很浪漫的感覺 第二呢 今年一定要有腰帶 因為腰帶是一個畫龍點睛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第三呢 今年非常流行的花 不管什麼花都是今年流行的元素 因為各大時尚品牌都把各種的花都放進去 第四個是所有女生最愛的就一定要粉彩系列 因為今年是招桃花年最好的一年 哇 聽到招桃花大家一定很想要 因為這個桃花也代表你的好人緣啦 所以呢 在這邊呢 馬上呢 我們就要請呢 范瑋老師已經功課給出去了 是 好 我們三位呢 美女們就要一一出來 穿出呢 老師給她們的功課喔 看有沒有老師要給她打分數 好 首先我們的季賢 來 來看一下 你今天穿著 你覺得很有女人味 為什麼 其實因為我們有了年紀嘛 那希望能夠年輕一點 看她比較年輕 對 比較年輕 所以我都會選擇比較花一點的 比較年輕的 看起來比較一樣 你穿的花 你覺得這樣看得比較年輕 對 差不多一點點看得比較年輕 好 老師 你是我覺得季賢姐姐這樣還OK 而且甚至我在路上看到很多媽媽 好像都是穿這樣的感覺 是 這樣問題在哪裡啊 其實 季賢 季賢姐姐嗎 妹妹 對 姐姐 姐姐 其實呢 她這個衣服是很多 媽媽都很喜歡這樣穿 因為為什麼呢 她其實這樣穿 而且第一就是有精神 只要有那個水鑽的 嗶嗶嗶嗶的 她就覺得 喔 就 喔 真漂亮 然後加上這個卡通圖案 看起來就可愛 對不對 然後加蕾絲就有女人味 對不對 對 其實它所有元素都有啦 都有 就太多了 太多喔 太多也不行欸 太複雜了 就變得看不出 她重點想放在哪裡 我覺得其實你 我覺得你讓高貴一點點 我覺得其實你穿這個很適合你 喔 我覺得這個衣服啊 看起來很簡單 對不對 你看衣服上面 你仔細看它的細節 它有很多皺褶 對 這種皺褶其實是 熟女或者媽媽最適合穿的 因為你看它皺褶是V字形的 對 V字形呢 可以讓你的身材變瘦之外 你的臉會變瘦 而且你的腰全部會顯色出來 然後它比較硬挺 所以硬挺的時候呢 可以讓你的肚子就收拾掉 有時候你會坐下來就覺得 欸 看不出來 馬上 你先幫我換一下 對 就請 你換出來之後呢 我再告訴你 季賢姐姐 OK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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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馬上去換一下 換裝一下 那馬上呢 第二位很有自信感的 我們就是冠靈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 老師要給他打幾分 你要先講為什麼你要講 沒有 我先講 我跟妳講 Sawarika 我跟妳講 老師不是講說 今年要印花嗎 是 你很有眼光 我跟妳講 這個是泰國設計師 妳有沒有看到有大象有沒有 我就是看到大象 我跟妳Sawarika 這個Salon 是我去 國外把它買回來 然後像我如果要修飾手臂 又怕冷 我就會這樣 簡單來打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 你看 我今天帶來這個包包 欸 這也是設計師欸 印花欸 還有胡桑花的感覺 老師 夠時尚 她有認真做功課 她真的都有符合妳剛剛講 其實我們今天開出 我們開出來的那個 都有了 她都有了 而且你說粉色我有 我鞋子也是粉色 妳有沒有看到 我專程穿了 有有有 其實我覺得很多媽媽 她小姐啦 很多女生 對於時尚的元素 不管看什麼節目對不對 因為我們介紹完之後對不對 她就會斷章取緣 把自己想要的那一段放進去 比如說我說 今天一定要印花 她就把大象拿來 請問大象是花嗎 這有啊 這有啊 窗花啊 窗花 窗也是花 這裡也有花啊 老師 是是是 你說很抱歉欸 現在是要怎麼擠 很抱歉 要怎麼擠啊 其實它的元素都沒有問題 這個就不適合妳了 先拿走 那我就覺得 我給妳的功課妳雖然做到了 可是我跟妳說 拿掉之後我就發覺 我發現她不要用圍巾 好像很好欸 還比較好一點 怎麼會這樣 拿掉是好看 可是就少了什麼 沒有什麼精神 其實我自己幫她配的話 我會幫她這樣配 其實我覺得她配一個 很有氣質的圍巾跟腰帶 會差很多 就可以馬上就來大改造 老師選了一個 這個是什麼色系 藍色跟白色蝴蝶的 因為其實蝴蝶有讓人家幸福的感覺 而且這個冷色 因為這是冷色系嘛 對 它雖然黑色配什麼色都OK 可是冷色系我看起來會更好 然後記得 我們可以把這個衣服啊 這個圍巾可以當一件衣服來穿 對 把圍巾當衣服喔 對 我剛才也有當衣服啊 我剛才也是 其實我們可以直接這樣子玩的時候對不對 我先 我先 做第一個 就是因為其實冠林 她有開出她的困擾清單 就是她覺得她的馬鞍比較胖 對 其實我們可以把這個 這樣子放上去之後呢 對 加個腰帶可以讓你的臀部變小 好 所以等於是一個圍巾 然後配一條腰帶 對 這樣的一個配比方法 那這樣的話 哇 我們看一下正面 時尚感有沒有出來呢 哇 這樣變貴婦欸 其實這樣子 好像穿了一件衣服 這樣好像穿了一個背心 這是一種搭法 所以你說這個就是把圍巾當衣服的概念 對 了解 好 來 第二個方法是怎麼樣呢 第二個男子肩呢 我們就配腰 有些時候一定要拿對角 然後尾巴是尖的 因為尖的可以修飾我們身材拉長 很重要 這個地方一定要是尖的 對 哇 這樣子呢 馬上又是另外一種風格欸 是 欸 這兩種風格都讓我覺得好時尚喔 而且我覺得它很便利就是 像我平常劈劈肩啊 最討厭就是滑來滑去 可是老師剛剛用巧妙的方法 把它固定住了欸 你看我這樣怎麼動 完全就是一個畫龍點睛 而且整個氣質大提升 好 來 冠零大成功 對 馬上呢 就邀請到我們的運動風女孩 就已 好 來 你為什麼覺得這樣穿很有女人味 先講 告訴我們為什麼 因為我平常就是 主要都是走運動風 然後因為我上面身的骨架比較寬 然後手臂 胸部還有屁股比較明顯 所以我都會選擇一件 over size的衣服 把它全部遮住 對 老師有欸 他有比你的晃 over size 這樣不對嗎 沒有啦 其實衣服都沒有錯啦 就你這樣穿起來好像就是 我想吃吐司 不是over吐司 對 其實這樣穿衣服呢 其實它的剪裁 它的元素都是流行的 比如今天的浪漫的 over size的剪裁都ok的 可是呢 因為 它上身比較快 所以我建議它上面其實是可以 讓自己的肉露出來多一點 不要全部的那麼 整個色塊那麼膨脹 多一點點露出它原來的 那個手臂的肉啊 其實反而會更顯瘦 有時候越遮會越胖 然後教大家在折的時候啊 可以用一個大反折 大反折 對 這樣看起來比較 大反折 然後呢 再加一個小反折 大反折再小反折 對 這樣就很自然這樣 對欸 老師你隨便折就好看 對 然後呢 像因為呢 它整個的身形是很大塊的色塊 所以我建議它這邊其實 它應該做一點小巧思 從這邊做一點點 瘦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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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一點腰 嗯 給這邊看 欸 有欸 這樣瞬間其實有小一號喔 瞬間就小一號對不對 有有有 那如果它可以搭上一個圍巾 其實我覺得也不錯 圍巾這時候也可以出來幫忙 對 像它紫色我就可以搭藍色系 那其實它下半身 如果搭牛仔褲也是好看的 直接把它劈起來之後呢 打一個結在這個地方 老師你選了一個帶紫色的花 就剛剛提到說 今年的色系要有一點花朵 是 對 印花類的色系 放進來 它可以用的比較像領巾的概念 而且運動風感覺好像女人味爆表 對 那它拉整個修飾在這個地方 它就整個破開 上半部就變成是變小 有拉長 對 對 好 Joey你有學會嗎 有 我真的完全沒有想到運動風 也可以變成這樣 是 喔 讚喔 好 那媽媽回來了 我們的季弦 哇 有欸 漂亮喔 欸老師你幫她挑這個整身連身的感覺 整個身形都拉長了 然後我會建議她用一個腰帶 因為其實呢 她擔心她的腹部對不對 對 其實呢一般媽媽都會 把柚子拿起來 對 因為經典很流行同色系的穿法 是 對 所以我建議她直接用一個紅色的腰帶 所以老師反而不是選黑色腰帶 是選紅色腰帶 而且媽媽如果看到我們的節目要看 老師那個腰帶選反而比較寬版 對 不是細的 然後這個腰帶啊 你要讓它這樣子用 對 這樣子用是 就是不要直接都平的 有一點上下反而變成 要用V字形 了解了解 這樣看起來更修身 然後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在旁邊 對 正面的時候你就發現 這塊就是一個V字形 有欸 這樣看起來更顯瘦 對不對 我看起來更散 有喔 有幽 幽出來啊 好 來 一樣也會有這個絲巾的元素 對 像它我就幫它重新配一個 比較像 那個V字形的配法 V字形 我們可以留一個 留一個V的那個地方 好美喔 對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長圍巾只能只有一種打法 我們可以打成V字形 然後在這個地方 先打一個小節 這樣既浪漫又有一點帥氣欸 對啊 而且那個映花感覺好優雅喔 對啊 老師今天真的是顛覆我們的這個想像喔 一個的 唯一一個絲巾 讓我們整個完全是畫龍點睛 對啊 而且其實像映花的風格啊 就很怕說 像我自己很NG就是 我剛剛選那個 我覺得 把我想得到時尚的元素都背在身上 可是其實很厚重 原來其實可以用這樣的方法 漸層式的方式 讓自己整個氣色 整個體諒的起來 而且這樣 不用再花錢買衣服欸 真的 就是把這個衣服跟絲巾 融合為一體 對 然後這樣子的話 一件衣服也可以變得很百變 對 好 那像這一塊 這條絲巾 它是什麼樣的一個材質 它是絲綿的材質 絲加綿的 絲加綿的混防材質 所以這種材質會不會 我很怕絲巾就是很容易揍 對 會嗎 它其實這個不會揍 然後揍你是很好清醒 在家的時候你自己 看起來輕輕了 建議你就是用冷洗巾 泡一泡就可以了 進出能氣房 我覺得有一條絲巾 也非常非常的方便喔 而且人家常常在說 如果說脖子顧好了 其實就比較不容易感冒 嗯 所以也可以當一個披肩 當一個圍住脖子 然後做一個造型 來 我們就這樣子 可以把肚子遮住 喔 哇 漂亮喔 欸 真的美麗欸 這腰怎麼都變小了 竟然可以透過一條 百變的絲巾配合穿搭法 就呈現不同的 美麗女人風味喔 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 更多美麗的分享 哇 一條絲巾 竟然就可以讓我們 全身的時尚 讓焦點馬上就凸顯出來了 好 不過呢 其實只要透過一點點的 簡單妝容啊 馬上呢 再讓你的女人味再提升 好 有請我們范瑋老師 接下來妝容的部分呢 其實妝容很重要 就是女生呢 其實口紅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好氣色 你在畫了口紅 就畫龍點睛 你知道媽媽就像 點鹽雞 對 點鹽雞對不對 對 因為你畫了口紅之後 其實整個氣色變不一樣了 對 那我今天跟她分享的口紅呢 其實這口紅呢 她很厲害是這口紅呢 用上去之後呢 不會有唇紋之外呢 你一天都不會脫妝 一天都不會脫妝 是 所以老師呢 講的這個重點 她希望是不會脫妝 對 因為 也先請問一下三位啦 美女啦 你們覺得你們的唇型啊 還有口紅的選擇上 有沒有曾經遇過什麼困擾 像我自己啊 大家都知道我最常就是去韓國 然後都覺得想要學那個 韓國的嗚妞一樣要很時尚 那之前韓國很流行 像這種唇釉 其實它非常顯色 可是我跟你講 真的用上去很可怕 像吸血鬼一樣 為什麼 你是因為 因為我看你的唇型滿 我的唇型是比較厚 然後呢 在選色的時候 有一些顏色太重 就變無法這樣 我知道 就是有的人 嘴唇比較厚 你如果又油油的 就看起來 對 很恐怖 而且有一些顏色 如果太重的話 看起來真的很可怕 所以我平常其實 不太喜歡上口紅 因為我覺得說 要補很麻煩 然後又覺得它又不顯色 那就希望說 可以找到一種 就是像老師講 如果可以一天 從早撐到完 我覺得那就是完美 那季賢呢 我因為一般的話 我只有在這個 我在表演的時候 才會上塗上口紅 對 你很愛手指 很會手指 對 那因為在舞台上面 都一定要這個 比較鮮紅一點 所以我就是這一支會用 那平常的話 我就會用的 就是一般的這種唇蜜 那你會覺得就是說 不能要滋潤一點 不能太油對不對 不能太乾 對 那你畫紅唇 那它畫紅唇有什麼困擾嗎 因為紅唇有蠻多問題的 很多NG點 對 因為在表演上面可以 但是呢 平常 平常帶的是太鮮豔 那個有的時候沒畫好 會變血盆大口 對 然後還有就是 塗完之後很漂亮對不對 不到幾秒鐘之後 你牙齒上面也是 也是紅色 牙齒也沾到 杯子上也沾到 管也沾到 對 好 我們舊衣咧 你有在塗口紅嗎 有有有 然後因為我都還蠻追求 就是跟隨韓國的流行 然後像前一陣子 就韓國亮色系 那種粉紅色的口紅 就韓國亮的 對 然後所以我就買了很多 這種 有一點螢光色系的口 對對對 但是想說我本來皮膚白 應該塗起來會不錯 但是沒想到就是 塗起來就是有一點怪怪 就不太適合 老師 大家都是齁 我在想像中 跟實際上就是不一樣 好 老師 馬上還要再幫三位打操過的美女們 再來 我報名第一個 畫龍點擊一下 好 點NG 因為其實像我自己本來唇型很厚 我就是在上口紅的時候 其實很困擾 因為我不知道說 到底是要照我的唇型 有的人說是要多一點 有的人又說要內縮一點 我到底要什麼畫 好 那我先講 其實口紅呢 如果你真的很多媽媽 永遠買口紅都是不夠的 就是覺得好像找不到 最適合的口紅 其實你只要兩色口紅 就可以打遍天下來 一個就是紅色的 一個就是三胡色的 紅色的 對 大紅色的跟三胡色 這兩個就可以打出很多顏色了 好 所以其實基本上 我今天幫冠玲呢 我會建議他用三胡色的 因為呢 他的嘴唇比較性感 所以今年剛好流行是粉色系 那三胡色呢 就在冷色系跟暖色系中間 那不用先塗這個護唇膏嗎 它這裡面其實有風蠟的成分 其實已經可以保養我們的唇部了 可以讓我們的唇的問題 變得比較 一次搞定 對 一次搞定 那其實媽媽塗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可以先從唇峰 唇峰 就是我們嘴唇最高的 那兩個唇峰 先塗上色 對 先找唇峰 好 然後呢 找出下面的地方 這樣好可愛喔 然後呢 把它延伸出去就可以了 喔 這樣子 對 老師你說這叫什麼顏色啊 珊瑚色 珊瑚色 這個顏色我覺得滿顯年輕的 對 然後 建議媽媽擦孔的時候呢 不要像以前一樣 蟲蟲這樣畫的 我們點完這個的時候對不對 其實它都用暗的 用暗的喔 對 用按壓式的 喔 是 因為有時候按壓式的時候 它可以顏色比較飽和之外 它也比較不會脫妝 的確很顯色耶 老師剛剛我們也提到 就很多媽媽或者是 就是使用口紅的時候 很怕遇到那一種 就是顏色啊 有夠了 可是又太乾的這一件事情 對 那像這樣這支口紅啊 你覺得 就為什麼它的這個滋潤度 你覺得也是夠的呢 因為它裡面其實它有很多成分 我們有一個手板給大家看一下 它裡面其實它有精油 最主要它有一個最厲害的 那個蜂蜡是可以去除除褲蚊嘛 維他命E 可以讓我們嘴唇滋潤 然後草莓果 草莓籽油呢 是可以浮衍我們皺蚊 然後呢 還有一個甜橙果的 它可以亮白我們的那個唇色 它有葡萄籽油可以保濕 對 如果這些層面在裡面呢 它就會這個口能 你在擦的時候 白天出去就是一個顏色 它不容易脫落 而且你到晚上的時候 它變成 看起來會有點像咬唇妝的概念 我覺得這個顏色在冠鱗的嘴唇上 非常的顯色 而且很適合它耶 對 而且顏色很飽和 感覺真的不錯 而且你看 我知道敏都不會有那種乾乾的感覺 因為以前我上口紅 有一種很不舒服 就是 好像甘什麼東西 要重量的甘甘 你知道嗎 可是它這個給我的感覺就很水嫩 感覺真的不一樣 而且我覺得就是那個 不會遠遠我就看到你的唇紋很深 對啊 好 來 我們接下來就要邀請我們的季仙 我們來看一下 它適合配怎麼樣的一個顏色呢 其實呢 媽媽就有點像她 擦大紅色的口紅 那大紅色的口紅 最擔心就是有唇紋 跟那個針到牙齒嘛 對 這一個呢其實在擦的時候呢 這什麼線我們看一下 正紅色 正紅色 非常 而且很喜氣 而且媽媽如果不化妝擦這個顏色呢 看起來氣色就非常非常的好 那其實媽媽要大紅色的時候 一定要用唇筆畫 因為以免越化越大 然後就變成水盆大口 所以正紅色的時候老師會建議就是說 家裡要用這個 你在使用上會建議使用唇筆 對 我們把唇峰先找出來 好 唇峰就是呢 我們兩個唇峰先把它做打底 有看到老師是從中間這樣有沒有 最上面的兩個唇峰喔 先做打底 好 然後再把這個顏色上上去 那像我來做一個實驗就是說 像我平常啊在擦的時候 你看它的顯色度其實是非常的好 但是呢 它不會很難卸 回去到家裡面其實就 哇 很顯色耶 一般你的卸妝油啊或卸妝棉 其實只要輕輕的簡單敷一敷 你看 欸 我沒有任何的 輕輕鬆鬆就卸掉了 它就卸乾淨了 好 我們看一下 那季賢姐姐 喔 好美喔 正紅色的 對啊 很像 要 哇 整個 我們都看呆了 妖嬌 妖嬌美麗啦 有漂亮喔 對 汽車看起來就非常好 對 而且配它這一身衣服 真的是非常的搭 欸 你 我發現你剛剛還舔了一下嘴唇 那如果有風蠟 它剛好你剛剛說有一點點這個防護 對不對 對 喜歡舔嘴唇的就不用怕 對 好 來 謝謝 好 我們接下來就看我們的 這個最樣的代表對不對 對 我們的Joyce 老師你會怎麼幫這個年輕代表來做搭配 它做混搭 混搭喔 對 混搭 其實因為年輕人喜歡可以混搭 可以幫它做一個咬唇妝的 漸層的感覺 那一開始我們會用這個直接呢 上在唇的中間 所以老師是先以這個叫珊瑚色 先上底層 用按壓的 你有沒有發現老師呢 今天幫我們剪點NG 正義是點NG 用點的 對啊 然後完了之後呢 我們稍微用手指 輕輕的暈開一下下 這也是另外一種上口紅的方法 對 一種 然後最後呢 再用大紅色呢 用唇筆或小指 放在 等一下 放在我們在唇的最中間的地方 好喔 真的三位呢 美女在老師巧手幫她們改造之後 我覺得完全的呢 真的是大升級 對 好 來 謝謝Joyce 漂亮漂亮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要請她們一起出來 對不對 嘿 來展現一下 她們全部的改造成果 來 首先 喔 就是我們的 冠林 那老師說還要再搭個小配件 對 我覺得其實出去呢 都會有一個包包嘛 那記得 現在出去不要帶太大的包包 因為今天流行小包包 可是功能性又要夠 這個包包呢 都要看它小 很多很多東西 所以老師給它配了一個 這個叫什麼色 老師幫冠林配了一個米色包包 好 對 來 然後呢 季賢會幫她配哪一個包包呢 有點像卡吉色系的包包 然後這個包包有三種背法 也可以 年輕人也可以變側背包 鞋背包 所以Joy老師是給她一個黑色的 好 所以側背的方法 現在也很流行 就是把這種包包 可以放在 對 比較前 胸前的這個位置 冠林是側背 這是手拿 這鞋背 來 我們就請三位美女 來 走秀一下 秀一下今天的美麗 冠林 今天全身 包括絲巾跟 完全改造了 對 而且你的衣服好搭 氣質 浪漫 你看看 迷死你老公了 而且很優雅耶 你看那個包包這樣子拎著 漂亮喔 漂亮喔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好 這個如果去喝喜酒也好適合 對 是 好 來年輕組代表 一個黑色的包包放在胸前呢 這樣子整個混搭起來 真的耶 絲巾口紅加包包 完全讓我們的女人味加了100分 讚讚讚 好喲 來 我們也請三位 來回座 那休息一下 那同時呢 老師像這樣子 我倒是有個小小的疑問 就是說 像這樣的包包 其實現在這種尺寸 現在還蠻流行 可是很多媽媽一定會擔心 不夠用是嗎 對 媽媽都愛那個大大膠有沒有 不然她會覺得說 我順向雨傘 包包裡面還有什麼 手機那些會塞不下 好 你點我都有 都有嗎 你都塞到裡面了 來 雨傘嗎 雨傘有嗎 那麼小的包塞了一個雨傘 雨傘一隻 啊 口渴嗎 有啊 水 水的來 要買東西嗎 買東西 錢包 錢包也進來了 哇 手機也可以 手機 好 這些東西全部塞在一個小包包 這個拖特包裡面 還多了一個小包包 這小包包你等一下出去買東西 帶它就可以了 是 如果說你怕冷 在冷氣房裡面怕冷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個圍巾啊 直接放進去 保護它 就直接當一個收納袋 對 收納袋保護它 或者是有時候我們要放這些化妝品 對 化妝包 放進來也OK 通通放進去 真的很棒 非常好用 很多用途 是 好 來 那我們馬上就請三位美女 來分享一下 你們今天的心情如何呢 其實像我自己啊 我感覺我像重生一樣 因為早上 重生喔 因為老師早上設定說 我們要穿的就是要有今年的風格 其實我都戴了 可是我跟你講 感覺很厚重 可是老師幫我剛剛穿搭完之後 我覺得我自己更有自信以外 重點是我很輕鬆 有 你看一下你之前跟現在 對 那個氣質感 真的是深的 自信都完全不一樣 大爆表 因為以前人家常常在說 漂亮的衣服 一定不好穿 可是老師幫我用這個 所謂的絲巾 幫我做了一個搭配 不但好穿 而且我覺得我自己超時尚 好 來 我們現在看一下季賢 你看一下 之前跟現在嗎 差很多 對啊 我現在穿 像一般我這種大絲巾 我很多 但是我都不會去 你不會這樣搭配 對 我也不會去弄它 那今天整個搭起來 就覺得像貴婦一樣 像貴婦 對 還拿這個包包 真的很像貴婦一樣 因為我怕她的圍巾有一個用意 就是因為這種 皺褶的衣服穿起來 有時候變太嚴肅 對 就加個圍巾會浪漫一點 對 真的浪漫 也是非常大升級 好 來 我們Joy呢 因為我一直來 就是走的都是運動風 然後我從來沒有想說 運動風可以跟原味結合 對 所以今天老師幫我改造 這樣我覺得我等一下就直接 這樣就出門了 嘿嘿嘿 好 三位都非常非常的滿意 其實小小的配件 就可以讓我們女人味大大升級 那觀眾朋友 如果對我們今天的節目 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 請上我們女王當家的FB粉絲團 做進一步的了解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今天 老師跟我們分享的這些 百搭的這些小PayPal 全部都學會了嗎 學會了 好 謝謝老師 分享 謝謝老師 祝我們是男 rumors news的分享 分享